跳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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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的提起,腕子在上,指尖在下,还不能翘,还不能搭来过境,适度要提起,到心口下落,握拳,右拳,虎口冲心,钻出弧线,左拳,奔右拳走窝,手见手翻, 承左脚在前,三里四,俩人目光对视,下一次,我由进步右翁前,攻击对方, 上前,借前汤,压住对方前手以后,打出崩拳,崩拳,内含螺旋,劲直,行要顺,这样这个劲才能产生威力, 打出三劲队来,前脚尖,鼻尖,拳头,这三劲要对,要向左拧伸, 对方崩拳打过来以后,我要左裸,用左手裸对方的崩拳,来划开对方对我的崩击, 同时撤步,避开一定距离以后,左拳,避开一定距离,而上步,就崩拳,打击对方的胸口, 这时候要是,裸,裸要快,一裸一眼,崩拳来打击对方胸口, 崩拳要有螺旋,打出直径来,奔对方的胸口和腹部, 下面来掩饰一遍, 下面来掩饰一遍, 下一动作, 左顺步披掌, 左顺步披掌, 他右拳打了以后,我顺着他的右拳,裸他的小臂, 望下望旁,挂他,挂他的同时,倒回脚来, 再打出左掌,左硬桌,左硬桌打在他的肩上, 作用在他的重心上, 右手封住他的前手, 左手打出肩部,作用全身, 让他,是这么一个动作, 是这么一个动作, 对方一左批掌打我肩膜的时候, 我前手要迅速往回带,带,有一个回挂动作, 同时,以炮拳,左炮拳来低打对方胸口, 这个挂和炮拳要同时出来,挂住对方的前肘, 前肘,打击对方,这样, 这一手,挂掉对方的攻击力, 而且这一手,正好可以攻打对方, 下面演示一遍, 我对左批掌, 没打到对方, 对方的炮拳都攻击我来了, 接着左掌回抽的时候, 同样是下压,外挂, 外挂挂回侧左脚, 侧左脚迈右脚, 右接着打出披掌, 披掌, 这还是要作用在他身上, 是一个倒步的过程, 是这么一个动作, 对方以右批掌又打到我肩上时, 这时我要还是同样, 倒步, 倒步前手往回带挂, 挂, 倒步, 用右, 用右掌去批对方的进步, 左手挂, 左手挂, 右手披, 下面演示一遍, 右批掌打空了, 他的这个探掌, 对我的进步, 产生危险, 我同时两掌变拳, 双截拳, 在这个面部, 用两臂, 大臂夹紧, 小臂外撑, 全面平的撑劲, 两个, 叫成一个整体外撑, 把对方的批掌破除, 我的右批掌被对方破除以后, 他以双方前来格挡我的右批掌, 这样, 对方的左部, 右,右,右边就露出破弹, 这时我就用右批掌, 右批击对方的脖子, 这时, 露出破弹以后, 要快, 近处批掌对方, 再演示, 下面演示一遍, 下面演示一遍, 双城掌, 破了他, 他接着又砍向我的右颈部, 我用右拳, 借抖腰, 横撑, 左手扶住, 往外, 拨架他这个, 他这个, 批掌, 接着, 右拳下沉, 向他的内部打去, 借着上部, 要打得很, 就得上的圆, 啊, 专进河洗, 沾身重力, 啊, 这个拳道, 实际的, 拧转, 啊, 这点夹紧, 用这个掌, 接近于根部, 去防他, 啊, 别拿手指头碰他, 这手指头是一点没劲的, 啊, 用这个掌, 戒指钻体, 哎, 一, 一封挂, 挨上了, 接着就发,啊, 发完了, 后拳回到肚脐前,啊, 我的砍掌被对方破掉以后, 他又崩拳来打我, 这是我要迅速撤步, 避开的距离, 同时, 后手上去掩, 用掌去掩对方的崩拳, 破坏, 使他的崩击力破坏掉以后, 前手会就抄回, 抄回, 继续割挡, 这时他的中线距离就被, 就露出来了, 我这时候要上步崩拳, 来击打对方, 这手要点, 往下挂, 这样一个动作, 下面演示一遍, 我这个崩拳被他, 破了以后, 啊, 借着, 往回捞手的同时, 先, 拍击他的这个, 啊, 拍击他的前手, 啊, 接着辅助的, 啊, 再拍击, 拍击的同时, 撤回前脚, 接着上步, 劈掌啊, 连脸带前胸, 啊, 一块往前, 劈去啊, 对方劈掌过了以后, 打向我的面部, 这是我要迅速撤步, 迅速撤步, 同时撤回前手, 撤步, 借后脚一撮, 登, 撮, 劈进反作用力, 来撑架对方的前手, 下面演示一遍, 右手, 右手被他, 船长封挡, 封住后, 迅速, 向前, 啊, 贴自己儿, 小臂, 下侧, 向他万步, 啊, 穿拳, 穿拳后, 穿拳后, 啊, 拨挂, 拨挂上后脚, 打出炮拳, 啊, 收回来, 再打出去, 啊, 使他产生, 啊, 这个力, 是三振一的劲, 啊, 这点要贴, 啊, 先贴自己儿胳膊, 再贴对方的胳膊, 啊, 不是这么咳, 望出咳, 啊, 贴, 哎, 望出打, 啊, 这个贴, 不管是掌啊, 是拳啊, 你只要是走出这种, 叫穿袖手来, 对方是很难, 再, 再分割你的, 啊, 对方一炮拳打来的时候, 他一个上部炮拳, 绕部炮拳打我, 那时我要迅速撤前脚, 撤前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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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转身抖腰, 下岸对方的一个前手, 使其他的前崩前的劲, 被我破坏掉, 同时也避开了一个打击距离, 再演示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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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垫前脚, 上后脚, 反背啊, 反背打他的耳根, 打他的耳根, 啊, 动作不要大, 啊, 直接落, 这一落他就往前, 往前上中心, 呸, 哎, 就奔在耳根处打去, 啊, 立打这个全背上, 啊, 全面要, 崩平, 啊, 不要跳拳头, 啊, 也不要背拳头, 这样力, 不, 不顺打, 啊, 演的时候, 这个手, 还, 还遵循着, 下压, 盘挂, 啊, 打出去, 啊, 不随身患, 前脚到了以后, 这, 马上前拳就到, 啊, 对方, 一反背拳打我, 将我打过来的时候, 前一手迅速往回撤, 撤完同时, 往回撤步, 撤步, 撤步, 以后, 穿掌, 穿他, 穿他对方的, 小臂中间, 上穿, 同时, 划开他对方的击打, 这样, 同时退步, 也避开他的一个打击距离, 下面演示一遍, 。 反背拳被对方割挡出去后, 回右臂的同时, 左臂, 外隔, 对方前来手, 啊, 隔的同时, 还得下压, 下压, 披掌, 啊, 变成一个, 小根部的一个披掌, 啊, 对方, 一个披掌过来以后, 迅速撤步, 撤步, 后手, 前手迅速撤回, 后手, 横拨, 横拨对方的披掌, 接着, 后手伸, 挂, 挂, 挂对方前, 前披掌以后, 上步, 以反背拳, 一打对方那两根, 抽手要快, 抽手要快, 格挡要快, 同时撤步, 一撤步, 就转腰劲, 打击对方, 但是不能是胳膊啊, 靠着腰, 腰劲, 打击对方, 打击以后, 打开击打范围以后, 前手兴致穿掌, 隔开对方, 上步, 再以反背拳, 打击对方的耳根。 下面演示一遍。 右匹长, 被他两次割挡后, 啊, 禁伤, 攻击力没有了, 他的这个, 反背锤都出来了, 直接, 啊, 威胁我的脖子, 面部,啊, 迅速呢, 撤步, 啊, 略后仰伸, 啊, 反手呢, 隔, 右手, 隔底下, 圈到他的, 啊, 前, 前胳膊外侧, 下压, 上左脚,啊, 左批掌, 打他的肩部,啊, 这个动作呢, 哎, 不要往外隔他,啊, 是顺子裸,哎, 哎, 画出一个,哎, 通过走, 手的, 啊, 转折, 哎, 把他这个劲, 粘中, 画掉, 画掉以后, 倒步, 披掌,啊, 倒步, 左批掌,啊, 攻击他的左肩, 右肩呢,啊, 我的反背拳, 被对方, 一画, 画掉以后, 他又以, 左批掌, 打我肩部, 这时, 不要, 迅速撤步, 撤步, 撤步, 前手往回, 再挂, 再挂, 再挂同时, 上步, 把他前手撤回, 带挂同时, 他身体被我拉着前倾以后, 我接着, 后手上接下挂, 下挂对方的前掌, 把他抬脚, 上步, 披掌, 来攻打对方, 側步, 挂掌, 披, 下面也是一遍, 路上而, 前掌, 带挂掌, 拿住我的左手,我左手回拉的同时,外撑啊,外撑啊,要借助小背下压啊,用这个大拇指这个外側,外圆啊,下压对方,同时上步啊,虎口冲前,摆拳啊,撩拳啊, 上步撩拳这个动作叫,所以撩拳的目的是,击打对方当步啊,这是有顾法,有打法啊,是这么一个动作。 对方挂着我手一撩,撩成将我打过来的时候,这是我要迅速撤步,第一避开他打击距离, 同时前手迅速,撥住对方前臂下岸,使对方的撩拳被划掉,不单止下岸同时还要向外撩拨,撤步撩拨, 往以后后,后脚,后手上前,撩对方的进步,动作要连贯。 他这个动作应该是 顺势的 顺势的 裸这个手的同时 皮也到了 这个 接住点后退 那个布的 惯性 再演示 下面演示一遍 离地感 是这样吧 对 了当 失去威力以后 还被对方 攻击到自个的 这个右面部了 这时候 回挂 回挂 右手的同时 垫上前脚跟后脚 打出一个批拳了 打出一个批掌 批掌 这个手 挨他身上以后 有一个扑转 有一个扑转 这个扑转 就卸他这个 下砸之力 对 通过这个扑转 平到耳旁 这个掌 落到他的胸前 打击他 对方 用批掌来 向我胸部 打过来的时候 我前手 往回撤 已经不敢上了 所以 我这时候要 迅速往后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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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 一 后手 前穿 防止我的中线 前穿 来画到对方 向我的批 这样可以说 有一个外撑 还有一个前穿之计 这样画到对方 向我的打击力 下面衍生一遍 对方把我的右手 封住以后 我借着下落 上身 往前移动重心 下压 左胳膊 打出 右掌 打出右掌 这两个相扶相承 他往下使劲 他往上 钻翻 而且要借助 脚底的 这个前汤后蹬 对方 你压我前掌 迅速用后掌 要批过来的时候 但是我要迅速撤步 前手迅速撤回来 来拍击对方 使他这个动向的力量 被我戒掉以后 我同时撤步 垫脚 打 崩拳 打击对方的胸口 打的时候 崩拳 要借 转腰 转腰劲 同时把对方破坏以后 他对我攻击力当失掉以后 借这机会 以崩拳来打击对方的胸口 崩直 而三肩 相对 这个打的叫窩心锤 前边 晃着对方 护着上车 底下 突然的发力 去重撞他的腹部 所以这个动作 它有的突然性 而且打得进要直的话 效果是相当不错的 下面也是一遍 我一个铺面掌 打过去 它窩心锤打进来了 打进来 我就得下摁 下摁 摁的同时 左掌也得上前幅度 往外拨化 拨化 再上步 还打一个扑面掌 这 一 二 三 这三下子 两个防守 一个进攻 要一气哈城 连贯一气 压 压 压 挂 批 这三个动作 这三个动作 我的过心锤被对方划掉以后 它以右批掌 又向我打过来 这是我前手迅速往回撤 同时侧步 侧步 后侧步 转腰 直进 同时 两腿侧步 转腰 右拳 便掌 顺着它的胳膊 穿过去 带有 往外 拨挂 这样可以使对方的境地在我的拨挂当中划掉 同时向前穿掌 这穿掌的时候要借抖腰 不能单纯是胳膊上架 胳膊上架的时候你胳膊没多大力量 就借着抖腰 穿进 来划掉对方的一个披静 你来那下子 这个村长啊 这个村长啊 不要往上穿 不要往上穿去 挫对方去 直接就往前穿就行 直接就往前穿 用我的这个直径 破对方的直径 但是呢 我内含挫对方的 这个胳膊 使对方 让开中线 我占有中线 要有这个意境 不要有横行 不要有上钻 是一个错终的痕迹 注意点这个 下面演示一遍 下一动作 左夹背 劈掌 右手被封住以后 左手上穿 回挂 往回 往旁挂的同时 劈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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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下缘 直接砍向他的颈部 穿了以后 画个圈 画个圈 就把对方的颈 就给卸了 挂中 砍 是这么一个动作 砍的时候 同样行一拳 还得遵循着 他肩最轴 禁止到这个 大鱼肉 在这个掌根 这个位置上 但是 不应该那什么 伸直胳膊 同样遵循 他肩最轴 对方 向我脖子的地方 砍过来的时候 然后迅速撤腹 撤腹 撤腹 同时前手 迅速后撤 迅速后撤 撤腹同时 双拳 带着贴身 横掛 横掀 横掀对方的披脏 要被避界深厉 借悬腰之境 划掉对方的披脏 他这个 刚才这个动作 有点问题在哪呢 他就搁到这个位置上 这胳膊还可以带高举点 用腕子 不要用这个 用腕子 用小臂 不要用这个 用腕子这个位置 不要下压 拳头之基础上 用腕子可以 用小臂可以 这个唐价都是合理的 不能拿这个位置 去下压去 这下压 这本身 这个净力不顺的 先别隐身一遍 右掌被对方封住后 交替的 左掌 砍出 应该是砍他的 这个 颈部 砍他的颈部 借抖腰 砍他的颈部 这时候重心不要前移 前移对方一牵 你的前胳膊 你就要撕中 所以重心还是应该这样的 不要添移 力打 小臂 掌 外援 这一侧 都应该有劲 对方 用右肩来劈挂我 劈我左 右边的 博士 不要 用手 迅速 裸 挂 对方 同时 左手 辅在对方的 用掌部 击打对方的 小臂 借抖腰 直进 击打对方 同时 避开 打击距离以后 上部 装拳 来打击对方 胸口 这个动作 应该是 这个拳头 直接往回 楼 直接往回 楼就可以了 不要拧转 这个拧转 影响你下一个动作 直接往回 楼 下落 拧转 直接往回 直接往回 楼 直接往回 用这个 再加上这个掌根的辅助 它俩同时接触你这个掌和小臂 这样 一个是动作严密 再一个变于下一个动作的发力 你看你这不用拧转 接着再拧转 这个才能有威力 一二 然后对方反过来,又是一个崩拳,奔心口来了 在这个技术上,迅速下压,弧形下压,外膜 一个是卸对方往下,再一个剥离对方的攻击方向 同时,上脚,脚是外外脚尖,探脚跟的,等它的膝盖高度向前披掌 下压,首先得把固法做严密了,打法才能有攻击力,自身才能安全 所以这个动作,先把它主攻方向化解了,接着上步,披打面部 最后用小臂都可以打对方的胸部,是这么一个动作 对方,以脚蹬我,蹬我,蹬我小腿,起盖 这时,我要迅速撤步,而避开他的脚,对我的踩 同时,我撤步同时,要穿拳,穿拳,来直接穿拳,来抵打对方 使对方的前掌,也对我的攻击力上速下,要直接穿 我站中线距离,使我的拳,站中线距离,而避开他的打击 穿拳前,内在横进,不要漏行,不要往横撥了对方 不要往横撥了对方,而是通过,一钻,钻错,钻翻中的螺旋 使对方让开中线,我站有有力为止 下面演示一遍 下一动作,左脚右披,下一动作,左脚右披 下一动作,左脚右披 对方的拳,绷住我的右掌后,我穿出左掌,穿出左掌,回挂他 回挂,上不批,批,打他的尖头,走出弧线来,穿,批,打他的尖头,走出弧线来,穿,批 第一项,我要撤步,穿掌,批他的尖头,去抓他尖 同时,走步有个外撑,把他的走,把他的走,把他的走步撑出去 穿掌,穿掌直接抓他尖,这样速度要快 好准 下面演示一遍 下面演示一遍 前穿,前穿外撑,走关节 这样才能,既顾又打了 我这个动作呢,要连挂 一挂,挂的时候,左腕子要有转动 用这个,大拇指根这个位置 回挂他这个,拳头同时,弧线的披长 打向对方的左肩 这个动作要连挂,上步 下一动作,摘肩右批掌 对方的,连挂我的右手,在抓我的尖,使我受制 我回撤的同时,下按右掌 按右掌向下按的同时,左掌扶住 外拍,拍的同时,再上步,一个披长,打向对方 这个属于快手,连续的 对方把我手一拍下去以后 他又披长过来,这时候我要前手就迅速往回撤 挂 我爱挂,这个走步贴身,挂 把使他的进攻路线发生改变以后 我用后手并长,砍对方的脖子 第二,侧手和转腰接在一起 前手往回撤,挂,后手就要砍 动作连挂 下面演示一遍 他这个动作,这么养着不对 这么养着可以 这么养着,养我这个掌 或者这么养,都可以 你不能这么呆着 这个力量是最大的 挂? 然后两人 右手被他,作掌回挂 封出他体外,失去攻击力以后 我用这个 左双截拳撑他的这个砍掌 俩掌变拳 借着左转身外撑 撑的时候 俩臂要在胸前报警 报警 大臂接内 小臂外撑 用这个小背的这个平面 两个平面 外撑对方 自身要固成一体 要脚底不动 借助转体的力量 把他这个劲 吃在自己的体外 对方双截拳 借我前手以后 对方的这半部分又露出破绽 所以这手迅速撤前手 用后手直接又再接着劈对方的脖子 也要快 要弧线 要弧线往前批出 下面也这一遍 那脚在前吧 那脚在前的 我看你 身体左侧 封住他的 披掌后 他接着反向披掌 又袭来 我 借着右钻体 双脚不动 回拉 回拉钻体 变成 右手是拳 左手是掌 同时 隔挡对方 到这个位置 接着 拳下落到 抚前 向前奔出 就是右奔拳 这个动作 一躺 只要使他这个威胁力 一上失一点 下 右拳马上下落 无恶心 向他 内服打去 要有突然性 本来是 驾挡对方 偷着这拳 就往上上 对方一格挡开 我前手以后 他又下崩拳 打向我 这时 要迅速 往后撤步 撤步 避开一定距离 即使打左闪一下 然后 前手 去掩盖 对方的崩拳 他的直向的力 被我横向 划掉 所以他的 崩拳 当时的一个 攻击力 这样对我 起到防守作用 他这个动作 要借助身体后坐 借 俩腿 左腿的后蹬 右腿的后戳 发出一种 抖手劲来 并不是单纯的去 往外封 挡对方 去 去 阁架对方 而是一种 战身以后 战身以后的 一种震撼力 用这种力量 去把对方的 尽力 抖散 使他失去 杀伤力 好 下面演示一遍 动作到此 安身炮的 演练就结束了 下一动作 后半弹还一样 下一动作就是 两人的动作相反 方向相反 动作相同的 就是说 我是甲 它是乙 乙呢 练甲的动作 甲练乙的动作 在循环的 方向相反的 再演练回去 在这里我就不再阐述了 我们最后 把收拾动作 演示一遍 拾动作 封当我以后 迅速撤步 前钻拳 啊 变批杂啊 批杂啊 批杂 对方 他撤步以后 我也并步 并步 并步 前手便全裸回来 后手 经胸口钻出 然后后手 接着贴 脚臂内侧 便掌 向前批掌 变成三底四步 这时候 两个人啊 是相对的 都称三底四 都是左式的三底四啊 现在开始收拾 握拳 自然阳体右臂 目视右臂 大背不动小背 理合 打队凝转 哎 从左脚前方 全面相对 在胸口 贴身下沉 过度提 转体 转体 并步 杀手 站起来 我 打队凑 之后 我 我 打队凑 我 打队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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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